30多岁每年少妇 被这丈夫勾引各种男人 谁料最后被情人火火勒死 案发现场奇怪的绳结 故意留下的苹果 让警方摸不着头脑 跟着安哥来探案 人人都是大侦探 时间 2022年10月10日 地点广东省开平市 这天 钓鱼佬在直播钓鱼时 鱼没上钩 到钩上来一具尸体 惊吓之鱼 立即拨打暴牛电话 警方迅速前往现场 由于案发地点杂草重生 有一人高的灌木丛 警方费尽九牛八户之力 来到案发地 经过一番努力 尸体被打捞上来 此时尸体高度腐烂 发出阵阵恶臭 周围没有可以确定死者身份的物品 事源的确认成了一大难题 但死者门牙断裂这一特征 可以帮助警方锁定食源 经法医初步鉴定 死者是一名女性 年龄在30岁左右 身高1米6左右 有生育史 遇害时间约7至10天 死者脖子上有一根绳子 绳结打得非常特殊 初步断定 死者是被凶手活活累死 绳子在死者脖子上累了三圈 案发现场还发现一个头盔 警方推测嫌疑人 可能是骑着摩托车来的 此外还发现了两个完整的苹果 让警方感到奇怪 警方兵分两路展开拍插 一路人马查找失源 另一路寻找嫌疑人 可对附近村庄翻了个底抄天 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警方只能扩大搜索范围 向周边乡镇展开地毯式拍插 在查到一处加入站时 一名工作人员称 他们一个女同事阿珍 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且阿珍也断了三颗门牙 警方听到这个消息 基本上确定死者是阿珍 据工作人员讲述 阿珍命不好 不仅要养孩子 还有一个隐君子老公 天天慎入要钱 家里每天急飞狗跳 阿珍每天不是在战斗 就是在战斗的路上 警方在阿珍同事帮助下来到了 阿珍所居住的村子 而阿珍老公见到民警 就像老鼠见了猫 搜的一下从后门逃走 这立刻引起警方注意 三步并做两步将其抓获 这才明白阿珍丈夫为何逃跑 他怕自己吸毒被抓才躲着民警 而对于阿珍他不知道在哪 更不知道他已经死亡 随后警方继续走访调查 得知阿珍丈夫每天使手要钱 不给钱就得阿珍全打脚踢 更是扬言要杀死他 警方很快采集阿珍孩子生物检材 与死者DNA对比 结果证明死者正是阿珍 案情分析会上 一组民警认为阿珍丈夫就是凶手 不仅家暴还扬言要杀掉妻子 有着明显的作案动机 更何况尹君子发疯后不管不顾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能证明阿珍丈夫有作案嫌疑 但另一组民警却是反对意见 认为阿珍丈夫毫无生存能力 杀妻子后没有经济乱源 根本活不下去 再者案发现场那个绳子死扣 断定这货就不是凶手 因为绑绳结时需要很大力气 其也绑得非常专业 这个老六有手好钱 不可能打出这种绳结 且绳子磨损厉害 这显然是凶手长期使用所致 很有可能跟其职业习惯有关 这时有民警提出 绳子有没有是用来拴牛鼻子的 警方立即来到当地养牛场调查 了解这种绳结不是牛车上用的 更像是手扶拖拉机捆货的打法 于是询问阿珍的同事 有没有见过开手扶拖拉机的选手 这一问不大紧 还真问出了个所以然 而这个老某几乎从不出门打工 这段时间却突然去外地打工 随后警方对老某进行秘密调查 发现他是村里的老光柜 和阿珍在一年前认识 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浓烟滚滚的拖拉机 老某知道阿珍有家事 但他并不在乎 经常在一起玩耍甚至同居 阿珍的同事说老某经常来找他 后来他们发生矛盾 老某找阿珍时故意躲着他 看来两人的爱情已经过期 再者案发现成打捞起两件男士义物 经村民辨认曾看到老某穿过 凭借这两点推测老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过大量调查 警方在城中村一处工地发现老某的行踪 12月19日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老某被抓后很快交代了作案过程 他在和阿珍交往期间 对方承诺会和老公离婚 和他生活在一起 此话一出很快俘获了老某的芳心 对阿珍格外上心 可时间一点点过去 阿珍不仅没有离婚 还拿着他的钱找别的男人 一气之下老某就去找阿珍理论 谁料阿珍竟躲着不见人 即便找到了也被赶走 12月1日老某再次找到阿珍 刚提出结婚就遭到拒绝 声称有事下次再谈 老某觉得不对 悄悄跟上去 竟看到十分辣眼的一幕 老某不敢贸然打扰 害怕捉奸不成反倒挨揍 打算第二天再找阿珍算账 隔天阿珍如约到来 他们在曾经同居的小房子一番交流 事后老某便将 昨天跟踪阿珍的事说出来 还下达了最后通牒 只要结婚 就当什么事都发生过 不然给阿珍花的钱全部还给他 谁料阿珍也不是春晚饭的 还说出刺激性话语 阿珍的话让老某火魔三丈 想到这一年来养他一家老小 换来的却是人才两空 于是趁阿珍去洗澡时 老某用专业手法打了一个活结 从后面勒住阿珍脖子 并用毛巾捂住他的口鼻 不久阿珍就没了呼吸 随后将尸体放到纸箱里 骑着摩托车警炮尸 在河边因心虚将头盔移入在现场 为了图个心理安慰 还在树上挂两个苹果 一个保佑阿珍一路走好 另一个则保佑自己不被警方活捉 至此案件真要大白 老某也将受到法律制裁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不要去做舔狗 否则舔到最后一无所有阿